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还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想不到郭文贵在今天再度爆料 他说香港航空的危机 背后事实上更大的危机是海航 而海航的危机来自于王健之死 他今天爆料 王健之死其实跟王岐山脱不了关系 他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盘根错节的 贪腐集团的红色供应链关系呢 另外在今天还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华为禁令持续扩大 从原本的25%降到10% 这样的风暴 让台积电出现了第二天的贴席行情 好 我们赶快介绍在这个阶段 持续参与讨论的来宾是 风旺机师 战母士 观众朋友 晚安 好 新加入的来宾是 资认分析师 林有明 大家好 大家晚安 财经专家 赖先生 憲哥 大家好 大家好 旺宝图屋总监 蔡明镜 大家好 赶快带观众朋友来关心的是 远航风暴 早上的国内航线出现了新的版图虫洗牌 为了缓解远航停航队基本的冲击 让政府邀请新航要新宇航空 要加入台积航线 到目前为止新宇航空还没有松口 但有一家航空公司表态积极 这家航空公司是德安航空 过去从来没有招募培训新机师的德安航空 突然在远航出现风暴的此时此刻 开始招募新人了 对 这一次远航点燃了国内航空的战争 那当然因为过年到了嘛 你金门虽然现在有立农航空 有两家航空在飞 但是你如果缺了远航原来的一个班次的话 那对今年要返加过年就很麻烦 而且过年前还要选举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县长都非常紧张 现在直接就拜会星宇航空 不过星宇航空他现在讲得很保守 当然如果民航局要求星宇来协助的话 我们再来评估 这个时候很久很久 我们大家都忘掉了德安航空跑出来了 他竟然在招募新兵 德安航空什么时候要招募新兵 他国内就只有五条线 他说没有 我现在要跟国内的安捷航空训练学校来合作 我要招募三个副机师 这三个副机师呢 我跟你讲 你在这安捷航空学校里面 如果训练一年以后 然后到加拿大去 然后各机种都拿到执照以后 回到我德安航空当副机长 底薪14万几条 这很多人都想要去报名 但是德安航空这家公司 其实过去来讲 出包连连 他有那个办法 他有那个能力 再来争取其他的国内的航线吗 我们来看 2016年他引进加拿大的DHC-6400的一个飞机 这个飞机其实不适合当飞离岛 你知道它是什么飞机吗 它是水上飞机啊 真的假的 我问一下这是什么飞机啊 它是比较适合水上飞行的 就是测风能力不佳啦 因为 那这个可以拿来当离岛的 当然可以啊 只是它不是 不适合台湾的离岛 它的特性 飞机的特性不适合啦 飞机的特性 它的特性是 比较适合做水上飞行用的啦 那它飞到天空会怎样 它不会飞行 它就是飞机嘛 只不过因为我们离岛航线 都有很多怪风 强风 侧风 这个飞机的特性 不太能够适应侧风 所以它有出过跑道 吃过草嘛 那落地沙车爆胎的 到齐落架忘了放的都是本来的 反正它也粗暴不断了 对对对 我们来看2016 它那时候交机进来 那一年啊 有一次从台东要回回来的时候 就突然的 因为紧急沙车 咔 接着大多人要爆胎 马上就出事了 这2016年 2017年 蓝鱼班机撞到户栏 这事情我们就看到 撞得撞过 那也是爆胎撞进去 2018年4月的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撞过去 这也是很大条的 国内只要是飞机发生事情 都是大新闻 当然我们来看2017年 2018年的时候 澎湖飞到高雄 右轮又是爆胎 2019年 蓝鱼飞台东同一天 两次出包 蓝鱼飞台东的时候 它的油压系统出现了问题 结果飞机没办法飞啊 里面十几个声音说 你们用镜子回去 一个人補贴你们两百元 然后回来台东以后 下午台东要飞绿岛的时候 引擎又熄火了 所以这个飞机其实很不适合 台湾目前的离岛的一个环境 很担心的是 走了一个远航 要是来了一个德安怎么办 起落架忘记放是什么概念 起落架忘记放喔 就这是什么概念呢 我其实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飞机会坏落地 因为你说机 你说是机械问题啦 是飞机问题啦 那都不是人为 那起落架总是人为因素啦 因为飞机是这样子 飞机只要是飞机有起落架 可以伸缩起落架的飞机 只要你起落架 落地前起落架没放 飞机一定有警告系统 绝对有警告系统的 警告系统在那边 警告系统在那边挖挖叫 我还可以忘记把它放起来 这我就不太能够理解了 所以我忘记 在2014年他的训练 训练机师的时候 在台东机场起落架没有放 然后就要降落 那如果下去就不倒切皮 那是没有的 所以我刚刚说 走了一个远航 要是来了一个德安 还有2012年 那也去玩乐呢 2012年又出现一件事情 他有一个机师 他其实要进去开飞机 不是要经过酒册吗 酒册不过 那酒册不过怎么办 不能飞啊 赶快喝水啊 等一下再测第二次 第三次 等到第三次测到低标的时候 还是飞啊 我跟你讲 那飞机 如果那个汽油加一点酒精 我跟你讲飞得更快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德安 现在要来飞我们的国内航线 大家很担心 德安这家公司 它是稳赚不赔 为什么 因为我们政府规定 所有的离岛的飞机 由于像德安这五条飞机 没人要飞 那你就自己买飞机 我就给你飞 那所有的公司的亏损 这个部分政府补贴 所以2013年的时候 政府就要求德安 你要换飞机 你不能再用那种老旧飞机 结果他就一直不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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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换的话怎么办呢 政府就说好 那我重新招标 我把所有的航线打乱 再重新往外释出 那时候有一家叫全球通 他本来是在做一些汽车租任的 他竟然拿到一个最优的一个 一个代表人的代表权 结果你知道吗 在还没有绝标之前 这个全球通一直有黑寒进去 说他的飞机不合格 他的飞机步行 结果到后来还是德安递捕 所以你说德安稳赚不赔 他有很多直升机 如果他这个部分会离岛的 已经是稳赚不赔 那直升机只要好好经营 你就温潭的 所以国内航线 其实金基姆是离岛 我们来看 从票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华信 华信的航线很多 利荣这是德安 这是远航 那现在远航如果退出这个市场 当然他的航线到底要分配给谁呢 虽然民众期望是分配给 但说实在 新宇的飞机不够 他宁可飞国际线 也不会要飞国内线 所以我们回来看 真的有可能是德安拿吗 你知道德安航空的当事长 年年都喊说 德安航空亏损年年 结果他自己的航线又霸住 不让给别人 这个温潭 所以我们你说 那条海有听的声都要有 都要有威力 去年6月22号 结果他的董事长郭志行 被调查局发现 他竟然用假的花票 虚构的增加的一些维修费用 填补造成公司大亏损 来让政府的补贴金额增加 这十年来里面 等于是骗补贴了 对图利自己超过五亿 你知道德安人说一年 他光是政府补贴加上他的票价加起来就四亿了 你看他过去他这么赚钱 如果他现在你看他所有的一个五条航线都是离岛 如果再加上现在远航这两条含金量很高的金门和澎湖 我说德安这次真的会变得变过 好 说到国内航线 你有飞过国内航线吗 我本身是飞国内航线出身的 我早最早期的时候 1998年 来 这是 来 这是我经历过所有的航空公司 八家航空公司 好看 我们可以看到你外表的变化 我们不要focus在外表上 来 大家看这个 国华航空 飞过国华航空 这不得了啦 国华航空这个是这个是历史 当年我经过 詹姆斯坦 你留过这种发型啊 牧村透灾头 帅了吧 好 我们focus在focus在这个 这个国华航空上面 我经历过其实航空 航空界有最黑暗的时期 因为大概在1998年 99年的时候 那时候航空公司非常非常多 那飞安意外也频传 大概98年的时候 所以呢 国华航空 因为飞安纪录太糟糕 就被华信给合并了 当年还有大华航空 就被利隆航空合并 当初还有瑞典航空 也是飞安意外频传 就收掉了嘛 瑞典是搞建设公司 我们都不太记得 有自己家航空公司 阿关你不要故意自己隐瞒自己的年龄 好 真笑 对 当初这个离岛航线 只有两家公司在飞 哪两家 哪两家就是国华航空 后来变成华信航空在飞 还有这个德安航空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德安航空 Daily Air 他从1994年就开始 所以他其实是很老字号的 到96年改名成为德安航空 德安航空 飞这个离岛航线 跟我们公司一样 他这个离岛航线没有人愿意飞的 当年是真的没有人愿意飞 那是因为 民航局有补助 就说 还是为了要补贴嘛 对 有补贴 班没有人要飞 就是说 譬如说我飞一班 补贴你十万二十万 那票价呢 因为离岛居民买票打折嘛 现在还立法规定说 折数必须要在三 三成以上 所以民航局就补贴这些折数 然后呢 航空公司还是不愿意飞 当年华信还是不愿意飞这个航线 民航局就释出 那你飞这个 我就配合的其他航点 譬如说金门 台北航点给你 有这些利益才愿意去飞 那这个东西 东尼尔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东尼尔228这个飞机 它是怎么样的飞机呢 为什么要提东尼尔228呢 因为东尼尔228飞机 现在是飞离岛航舰的主力 现在主要飞离岛就是 对 它知道三年前才改掉的嘛 才换成我们刚刚那个 献哥讲的飞机嘛 那这个就是东尼尔228 它里面是没有空服员的 也没有走到可以让你走 这么小啊 对 上飞机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用房地产的角度 这叫双拼啊 对不对 双拼十九人坐 双拼 为什么是十九人 没有什么公设 为什么十九人坐你知道吗 因为它中间你看最后面多那位置 你后面如果不绑安全带 一刹车你就直接滚 滚到驾驶舱里面了 然后呢你坐在后面的 如果你伸个脚伸个懒腰 打个喷嚏 喷嚏就喷到机长的后脑勺了 你讲的太夸张了 那你飞过这种飞机 我是没飞过这种飞机 但是因为我当年在华信航空嘛 当年这飞机坐十九人坐 现在的德安的飞机 dash六也是十九人坐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当年还没有王法的年代 这飞机是怎么飞的你知道吗 这个飞机喔 如果说十九人 结果逢年过节 常常机位超卖嘛对不对 超卖一个人二十个人 他就业务员就上来跟机长讲 报告机长多卖一个人 帮个忙好不好 机长就会把副驾驶赶下飞机 还有这种事啊 对啊因为你想台东 你讲的真的是 我讲的是 我讲的是真的 如果我 天方夜谭 如果在节目上唬烂 我再短十公分 我觉得上次已经先短十公分了 你还要十公分可以短吗 短两次还有十五公分 那当年是这样子 因为当台 你要照台东飞绿岛 只有十分钟左右的航程而已 所以就会把副驾驶赶下飞机 机长就跟副驾驶讲说 那你去上 所以乘客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当年二十年前是没有王法的 当年飞这个飞机 一天至少要飞十四个落地 我要是坐副驾驶的位置 我会觉得很爽 对 所以很多观众 老一点的观众朋友 可能还坐过这个位置 这个东年的这个飞机 即便是现在离岛航线 这个飞机 我们就跟他讲说 我们讲说这个飞机的飞绝 是公务员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个飞机 太阳出来 他就开始飞 日落飞绝就下班了 因为这个飞机是不能飞仪器飞行的 就我们叫做目视飞行 就是我们天气好 看得到 看得到机场 看得到状况才能飞 这飞机本来就只能飞目视 所以我们就说公务员嘛 太阳出来 他就开始上班 看他落地 他就下班 他不飞晚上的 离岛航线没有晚上可以飞的 因为他是飞目视的 这飞机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当年 这个飞离岛航线 出了非常非常多意外 我们讲个国华航空 国华航空当年 是怎么样 讲这个目视飞行 国华航空当年 马祖飞北竿 那就是因为我刚刚解释过 这是目视飞行嘛 对不对 看得到才飞 看不到就不能飞 那你知道飞行员 我每一趟落地 当年就这样子 就说我就要看得到机场 我就要跟塔台管制官讲说 机场看到了 我们叫英文叫做 Airport Inside Airport Inside 我看到机场嘛 管制员就跟你讲 那你许可落地 那就是你的事 不关我的事 因为你告诉我 你看到机场了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一天的状况是怎么样 飞行员其实没有看到机场 你现在说的是 画面上这一期 对 飞安事故 那个北干的意外 1997年那一次 对 大致上是怎么样 飞行员没有看到机场 可是他没有看到机场的话 他就要重飞 就要回松山机场了 所以当年的我们飞行员都会说 没看到 我们也会说 看到了 因为你知道 每天飞这个地方 每天飞到很熟 看到哪一个小岛 看到哪一个大岩石 我们就转60度 看到哪一条小河流 再左转多少度 就可以看到机场了嘛 可是那天 因为天气不好 飞行员就说 他看到 但其实他没看到 就撞到山上了嘛 就撞到山上 所有人就拟难了 这件事情的隔天 因为大家说是天气不好嘛 就那个 在气象观 在塔台里面的气象观 他就内疚 隔天 萤火自焚 对 那讲到这个 那其实是机场 根本没有看到 说他看到 对 他内疚 可是我跟你讲 阿关 我现在不讲 你们大概都不晓得 二十年前 飞庵意外频传 真的是有机可循的 因为我经历过那个年代 但我跟各位观众朋友 电视前观众朋友保证 现在的飞庵 跟我二十年前 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我当年 在飞水南机场的时候 当年还有松山 台北松山飞水南机场 这个画面是什么 这是跟水南机场 有关 我解释一下 你来解释一下 这有一个非常高的大楼 水南机场会有这栋大楼 对 水南机场在36号跑道边边上面 有这个大楼 那我解释一下 我刚才解释过了 说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王法 然后呢 看到 看到机场 我们就 我们就会说 Airport inside 管制员就许可我们落地嘛 那你要讲飞机每一趟这样子 我们通常都要跟管制官嘛 就要联系嘛 那我们要做一个进场 要绕很大圈 绕一个U字型很大圈 因为每架飞机都要排队进场 绕很大一圈 这一圈可能一绕 绕十五分钟 但是如果我们飞行人 跟管制员讲说 Airport inside 看到机场了 我们刚才讲过嘛 管制员就说好 许可落地 你自己搞定 对我自己搞定 这时候我们就不用绕一个大圆圈嘛 自行我们就不用绕 我们就可以 就钻着机场这样绕 就超捷径 show car就落地 这一趟至少可以省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懂了 就跟我们开车走路间的概念 对一趟可以省十五到二十分钟 你要想我一天要做六个落地 一趟省二十分钟 一天就省一个多小时 那你还是来讲这件事 来来来 你出来讲一下 所以 不是 这跟这大楼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我解释一下 我用画图解释 因为我们当年是这样 你看这个跑道 还要画图啊 对 跑道是这样子 三十六号跑道 十八号跑道 这样子啊 对是这样子 那如果管制员引导我们的话 会这样啊 绕一大圈 这边就是后龙嘛 啊 外海绕一大圈 回来落地 那可是呢 我们飞机如果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飞机在这个地方 我就要跟他讲 Airport inside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绕 这样进来 省十分钟 十五分钟 但是通常我们都看不到 早期都看不到 其实你根本没有看到机场 对 但是因为我们飞很久很久了嘛 对不对 老教官那时候 我还是副驾驶的时候 老教官就说 没关系 你飞到这个点之后 对不对 那就左转一百八十度 然后开始计时几分钟 然后呢 到某一个地方之后 开始转 那你不是在盲飞吗 就是盲飞嘛 那我记得 我飞了这么久 一直到现在 左转几分钟 再右转 你解释 闭起眼睛 瞎眼在飞啊 因为我现在飞二十几年 我发现 我一直印象深刻 以前飞水难机场 其实非常危险 刚刚那都大楼 就在这个位置 阿冠 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以前有 大楼在这个位置 对 就在这边跑到 跑到头 那这样子放在这里 我们才看得懂 所以大楼在这个位置 对 那我以前 那跑到在哪里啊 跑到这边嘛 所以在这个大楼的后面吗 我跟我们 我要落地 应该是要这样子嘛 应该落到这大楼前面 这样 诶 躲过这个大楼嘛 应该是这样看吧 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看吧 大楼在这里吧 我们现在炒地在这里 你这样看也是可以啦 对不对 但是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次 其实是看不到 看不到机场的 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你只看到那个大楼 其实有时候大楼都看不到 然后我就 因为起雾啊 那时候小副驾驶嘛 那教官都是老机长嘛 就教我们说 诶 年轻人不用管 我跟你讲 跟塔台报 Airport Inside 就是看到了 他就许可我们落地嘛 老教官就 到什么点 左转哪里 有时候我在飞机上 那时候还年轻 不懂事 有时候一转 一看旁边 哇 大楼的玻璃 看着一清二楚 因为我差点撞到啊 里面人在干嘛 里面人在干嘛 晒衣服我都看得到 但是这是早期啊 我怎么活过来 活到现在都不晓得 但是因为早期 你知道那年代 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发生很多意外 然后到现在 民航局就开始整顿 整顿 整顿到现在 我现在没有人在 在也没有人在做 早在十几年前 就已经没有人 在做这些事情了 没有人在做 牧师飞行了 对没有 取消了 取消了 台湾已经取消牧师飞行了 不过我们回来谈 远航风暴 远航风暴到现在还没有消停 特别是张刚为的观光梦 因为远航倒下之后 就像骨牌效应一样 一个接一个倒下 我们可以看到 华社商旅在年底 也要熄灯了 远航旗下的华社商旅 年底要熄灯 劳工局就警告了 说你如果提早解约 因为他这个是跟公家租的 提早解约 事为违约 其实张刚为的观光梦 不是只有华社商旅 我们最近有谈到澎湖重光度假村 包括他跟故宫南院的BOT案 也出了包 下个礼拜一 交通部就要公布 春节离岛加班机第二波 远航恐怕缺席 假如远航还在国内的航空 有一定的角色跟价值的话 这绝对是一个压力测试 那我测试出来 找利隆找华信OK啊 这时候远航 你大概就不必了 那远航停费 所以现在是在测 没有远航 我们有没有办法调度 压力测试 那停费一个礼拜 远航接受的退票是五万八千笔 那退票的张数大概十六万张 一共退回的票面 这个机票的金额 大概是1.8亿 那我们曾经浑信过了 远航的现金流量 一个月是两千万到三千万进来 但是员工薪水就五千万 那是有飞哦 现在停飞哦 钱都不进来 还要出去 这个机票的钱 那这1.8亿 显然还没有出去 对 所以雪上加霜 不过听说 在有两个月前 在一场的参讯 这个张刚伟像有人讲说 最近我改运哦 你看我脸色很好 医眉 微整形 他算他去看眼头 这个算命说 他应该有办法度过这一次风暴 这个算命师的看法认为 中山再起 什么鼻头 两颊 下额都不错 这个分析师的看法不同 分析师就从财报角度来看 认为他要度过这个坎不容易 我这个分析师是不这么样看哦 我觉得至少我们先看一下 刚才阿官提到了远航的子公司 这个华社商里年底就洗灯号 这是第一颗地雷 接下来最大的考验就是华锡 华锡就是故宫南院的这个BOT案 我们先讲这个案子多么离谱 我说给大家听 2015年的8月签了50年的BOT 那张刚伟他们远这个华锡要怎么样做 新建五星级的旅馆啊 然后呢这个文创的体验馆 哇这个面积很大 50公顷哦 结果呢到了2018年的7月 前后撑不到三年 解约了 为什么解约 一直都是空地在那个地方 根本没有做 为什么呢 有三大争议 第一大的争议呢 张刚伟一向爱化大饼 你讲的文创馆 哪里有文创馆 就给的是一大堆的美食街 我们来说明一下 这个当时他们的规划是说 你要盖旅馆 至少房间要240间 至少那你可能300间嘛 但是他的计划一拿出来多少间 给大家猜 1080间 什么概念哦 台北最大的今月 也不够865间 你何德何能啊 你在那个地方搞到啊 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1080间 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今年10月份立法委员在立院的执行 他执行的时候 他说南院的参观人数 2015年启用 2016年因为很多优惠啦 免费的147万人 那节节衰退 17年就99万 18年就76万 到今年易估可以回来90万 那这个90万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吗 百万学址由故宫 哇 中南部的学校 接驳把你送到这个故宫南院 你这样人数冲起来 但是我们跟大家报告 你知道吗 故宫南院 今年啊 购票率 就进场的购票率 11% 什么意思 找个人 进去故宫南院参观 偷钱买票了 那个票是150块啦 是 只有一成 年150块你都不愿意花 你会花四五千块 在那边住旅馆吗 不可能嘛 而且一千多个房间啊 对 所以这里凸显 他把柄画得很大 为什么 他很会画柄 不管是故宫南院也好 他都会画一个非常大的饼 而且本来的饼这么小 他就越花越大 越花越大 越花越大 为什么 假开发 增融资 对啊 那个人工虎旁边啊 本来计划是只有一家餐厅 最后送出来计划呢 沿湖通通都是餐厅 哇 变成美食街 第二个争议啊 增资之后啊 钱立刻被转走 增资之后 钱立刻被转走 这不就 变相的空壳公司吗 可是那个钱不是拿来 要盖旅馆的吗 对 这个分三起的工程 一共总金额是49亿 那49亿你不能小孩玩大车 所以规定了 这个华锡 他第一阶段2017年年底 就增资到差不多8亿 然后2018年年底 增资到15亿 合理吧 合理 但是到了2018年的7月 他才第一波的增资 增资之后呢 结果故宫的警察人也去警察 哎哟 这个公司增资了以后啊 资本的8亿 那有呢 户头的钱全部被淋走 只剩多少 三十几万 好我们来看华锡当时怎么去借钱呢 他是这是地上权嘛 因为土地是故宫的 他竟然是拿故宫的土地去借钱 对啊 出入到相关企业 户头一家这么大一家户头存三十几万而已 对啊 这是要怎么去房间 我们一个家庭的户头也不会只剩三十几万啊 这是要怎么去房间 你要做49亿的BOT案 增资之后 前转走只剩三十几万 你有没有什么诚意来做这个工程 所以简单来讲 张刚伟一向都是十个锅子九个盖嘛 这个锅子要盖赶快移过来 再移过来 再移过来 第三个这个争议就是说 急着案子都没有动工 急着要融资 你看你自己从第一波增资到八亿 到第二波十五亿 你还要拿七亿 这个没有拿出来 但是他立刻就用这个地上钱的抵押 要去跟土地银行为首的连带银行借钱 借多少十九亿 你自己拿不出七亿 却跟银行拿要拿十九亿 哇这个银行不是傻瓜 那这岂不是空手套白狼吗 对啊这个银行不是傻瓜 你根本没有拿到旅馆的建造 为什么没有拿到建造 因为第二起的工程以后 盖旅馆要还平 为环保署说要还平 他没有办法还平啊 所以这个案子后来是不是解约了 对解约 但是解约最后啊 你知道他还是告那个故宫的承办人 告那个故宫的副院长 为什么告 因为当时他缴了三亿的纽约保证金 张刚才很怕这个三亿被没收了 所以动用政治力去告告这些人 我们告诉大家 多么荒唐最后的结果 你猜他三亿有没有拿回来 竟然拿回两亿九千万 搞了三年 全身而退 他没有盖城 对 照理说你已经没有纽约了 两亿九千万 两亿九千万拿回来 而且大量解雇他的员工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故宫南院 面子 理智 双输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 和高虚